北韓現在居然能夠喝到博朗咖啡 只有網友在他們的這個市中心的商業區 看到博朗咖啡它居然也在裡頭賣 而且賣一罐是48塊 我記得台灣賣大概23塊 所以貴一倍差不多 但是還是很夯 那除此之外大家就想說 反正畢竟是韓國比較近對不對 所以賣到那邊也沒什麼了不起 但事實上其實這個金車集團 他們這幾年是很努力的把他們的這個 博朗咖啡外銷到全世界去 像大家對中東就很陌生吧 不過有越來越多網友說 只要他們到中東出差的時候 去逛逛想買東西喝 都看得到我們博朗咖啡的身影 你看到就有網友PO文說 他在捷克加油站 看到這博朗咖啡的市佔率是過半的 就是我們可能台灣人還在想說 我們要去買UCC 我們要買星巴克 但是在國外其實 大家都是很愛買博朗咖啡 因為其實喝過就知道 他味道真的咖啡的那個炭香 就是那個深背的口味 真的還蠻香的 除了這個捷克之外 像約旦跟賽普勒斯 也是都買到博朗咖啡 甚至伊拉克都買得到 約旦喔 滿滿都是博朗咖啡 這個是在卡達的 而且一排放出來 感覺很高級有沒有 卡達這個更厲害 卡達這個的話上面是什麼 星巴克 是星巴克 然後底下放的就是博朗咖啡 然後呢 越南也可以看到博朗咖啡的廣告 甚至你想不到的國家 越南也會有 越南不是也產咖啡嗎 越南人很喜歡喝很甜的咖啡 所以其實 如果你以我們台灣人的口味來說 博朗咖啡是有點 現在大家都比較重視健康 越南加的是煉乳 對 所以他們還滿喜歡博朗咖啡的 因為它的甜度 可能跟那個他們當地的口味比較 像我很常去越南嘛 我朋友就曾經說 我請你喝一個很好喝的咖啡 博朗咖啡 那在越南大概賣多少錢 大概如果折合台幣的話 大概50塊 那也不便宜 比台灣還要貴 米寬 當初那個博朗咖啡 其實他們要開始的時候 其實台灣對於喝咖啡這件事情 並不是那麼的在意 或者是說當時的市場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咖啡的市場 沒錯 一個咖啡的一個文化 代表你的國家 要到一定的一個水平 那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很多人想說 一杯咖啡二三十塊錢 能夠做多少錢呢 先跟各位報告 嚇一跳耶 單單賣咖啡 金車集團 現在最主要還是咖啡 一年賣75億 各位 一年就賣75億 可是這75億 說實在我很意外 對 金車加大業大他還有酒 對 結果他的營收居然都是來自咖啡 可是說實在的 我們現在喝的都是便利商店的 不過他現在還有咖啡的 外帶的咖啡連鎖 還有咖啡連鎖店 對 他有咖啡連鎖店 對 他有咖啡連鎖店 那也是在城市才有 都市才有 可是問題是咖啡的話 我在想想 他的一個罐裝咖啡 還是占了他非常大的營收 沒錯 現在最高的營收還是從咖啡來 但是這個不是一朝一夕做來的 這可是辛苦來的 金車的創辦人 李天才 李董事長 他很小就沒有爸爸 他從小就在路邊賣菜 賣菜的過程當中 他就想說 家裡兄弟這麼多 家裡面兄弟這麼多 所以他們 他在19歲的時候 他們就全家自行創業 他創業的過程當中就想說 那個時候的台灣 因為還經濟很落後 蚊蟲很多 所以他就想說 我來做一些蚊香類的 所以他就做了什麼 他就做了那個滅飛的蚊香 然後他還做什麼 他還做了白博士 這個白博士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白熊洗碗金 那時候他就想說 我們要慢慢的把整個經濟做大 這個都是他們家的 對 噴笑 滅飛都他們家的 白博士也是 白熊洗碗金都是 可是一直到了1979年 他就發現不對啊 為什麼呢 我們全家這麼努力的做 每年這樣做 一年大概做10億 就做10億 可是他想一想 我投入的資金這麼多 各位去想 我一定是吃完東西 才會去洗碗對不對 那一定是嘴巴每天吃的 做的 這個才是能做的 那個時候台灣 飲料業兩大霸主 一個叫黑松 一個叫香吉士 那黑松跟香吉士 他們已經都把通路 全部都做好了 各位都曉得 以前那個黑松汽水 是紅吉一時 所以他後面想一想 不要去這個產品上面 黑松他就做汽水 然後香吉士他就做果汁 那我不要跟他們做一樣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 跟別人不同的叫咖啡 他還特別到日本UCC去取金 可是取金回來之後 兩個問題 第一個 那時候包括了黑松 包括了香吉士 根本不讓他上架 你買我們家的東西 你不能去買金車的東西 你就不能買咖啡 所以金車那時候 為什麼他們會從檳榔灘 開始去做突圍 這個一開始其實是辛苦的點 所以早期的時候 譬如說通路商的話 基本上經銷商 那個叫經銷商 經銷商基本上就是被黑松 被衛犬 可能衛犬 對 衛犬香吉士給佔助 香吉士他們給佔據住 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要打入市場 基本上是很難的 他就打不進去 打不進去怎麼辦 他們只好接地氣 那個時候 那時候是台灣正正要 經濟開始起飛的一個時候 所以他們那時候 他們的業務員 是真的對人非常非常好 每一間的咖啡店 每一間的檳榔灘 每一間那個麵包店 只要願意給他們布點的 他們是進去貨往前堆 再把貨往後送 他們就覺得 這個服務非常非常好 而且後面 又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機 就是台灣的勞工階層 他們都習慣讓自己精神好一點 可是精神好一點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喝阿比 味道又太重 所以他們就會用 那些所謂的提神性的飲料 跟咖啡來做結合 做了結合之後 大重 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 他們那時候 其實有想到那個行銷方式 因為早期咖啡不會把它 跟那個品味把它連結在一起 那麼他們把咖啡做什麼的連結 做精神的連結 對 所謂精神就是提神 那個檳榔灘 其實基本上 你就把它講成是一個提神的 那個叫做中濟戰補給戰 這樣子 像加油戰這樣子 你看檳榔也是提神的 然後檳榔灘裡面還有阿比 阿比也是提神的 結冰水 結冰水 還有什麼 結冰水 結冰水 結冰水提神 結冰水是後期 還有檳榔吸湿 那也是很提神的 檳榔吸湿 也是提神的 所以咖啡再進去也是提神的 所以它做這樣子 一連結之後 通了 中就大中 結果大中完之後 後面那個黑松一看 不對了 怎麼會 他們突然間就殺出來了 所以他們又推出了什麼 偉恩咖啡 歐香咖啡 好大一罐 偉恩咖啡現在還有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歐香還有嗎 歐香可能像沒有 小虎咖啡還有嗎 小虎咖啡可能也沒有 天啊 你知道小虎咖啡啊 郭富城不是嗎 你洩漏你的年紀 我還不知道這個 我在做專題的時候查到的 所以柏朗咖啡 其實是在那個年代裡面 一系列的咖啡裡面 打片在台灣 到現在為止的話 打片了整個歐洲 它是打片台灣 從台灣開始再延伸出去 可是我們要去講到 柏朗咖啡 其實它有它的必殺技 其實台灣有一些 那個所謂的中間商跟飲料商 他也想過 就說他咖啡做那麼好 那我就來訪他好了 結果一訪 不得了 為什麼呢 他們把口味做到跟柏朗咖啡 一模一樣的過程當中 他們成本就壓不下來 為什麼 他們柏朗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柏朗為了要全部流程 都控在自己的手中 他們的鐵罐自己做 他們進咖啡豆來 自己做整個萃取 甚至於他們有一件 讓大家覺得非常神奇的 因為他們的咖啡的量 每次的量都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們有一個秘密的武器 叫做吉香器 他的吉香器 在每次咖啡做好的過程當中 已經裝罐裝好了對不對 他就把吉香器的那些香料 放一點在整個瓶子裡面 再封裝 那封裝完之後 就有很多人 特別是那些柏朗咖啡的愛好者 他們就說 那很奇怪 柏朗咖啡它打開的第一下 香味特別香 甚至於在冬天 因為很多人柏朗咖啡 因為冬天是喝熱的喔 那個冬天的時候 在那個 從熱熱的那些箱子裡面 或是保溫箱裡面 拿出來打開 特別特別的香 柏朗咖啡就這樣 因此站穩了台灣 現在不只站穩台灣 開始往歐洲前進 往中南大半島前進 它要成為世界性的品牌 其實我前陣子有採訪到 那個李玉鼎總經理 你知道他已經是一個 百億的集團 而且剛才講 他已經行銷到世界各個國家 他們真的是 因為我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打算要上市 而且他們家都沒有這個計畫 五年之內 十年之內 都講得很保守 都不會上市 那剛剛我們已經提到了 其實金車是做 沙蟲劑起家的 那白駁世街洗碗金 除此之外 它的飲料版圖 基本上我們就只要想 你如果在Seven 如果在通路買不到的 幾乎都是他們家的 除了這個飽礦沥水的之外 其他像是什麼 漸落飲料 奧利多 波爾 還有尤其是那個金車 賣根沙士有沒有 這個現在還在嗎 好像很難找到 很難找 基本上你去什麼全家Seven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而且他們最近 這個其實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賣根沙士 對 他們最近最夯的 其實是那個伯克金啤酒 我還記得以前 大家吃美式餐廳 可能都是去什麼 Friday's 現在的年輕人 在美式餐廳聚餐 都要去伯克金 而且他們還大手筆的 請了代言人 就是那個 最近的新的歌王 周星哲 所以可見 他們現在整個品牌的 行銷意識是非常強的 現在伯克金非常流行 包括餐廳 吃一些豬腳都很流行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包括我自己都快忘了 其實金車集團 我們小時候 是有吃過它的泡麵的 你看看 在那個我們有抓出這個 非常具有時代感的圖 它的泡麵來 叫什麼名字 來 而且還畫了一個 很可愛的小圖有沒有 你知道嗎 到現在為止 很多網路上的人 還一直在講 漢堡這個泡麵 他們希望能夠金車 再重新把那個泡麵 而且它有個鵝仔細麵超好吃的 他說鵝仔細麵跟還有牛肉麵 他說那個牛肉麵的話 其實到現在為止的話 都還是經典 對 那個鵝仔細麵 它其實非常好吃 而且它金車是台灣紙杯麵的十足 另外還有它有一個金車的 這個是叫做 是一個牛肉麵 洋菇牛肉麵 現在也吃不到了 吃不到了 可是只要有吃過的人都說 打遍天下陸敵手 它是最好吃的泡麵級的牛肉麵 但是 漢堡跟家傳都找不到了 你們沒有吃過嗎 其實我們住校的時候都會吃到 家傳牛肉麵又有名 當兵的時候也有 對 當兵也有 但是現在把金車整個 國際形象帶頭提升的 其實是他們的威士忌 它現在賣得超好 而且可不可以講無序 聽說 聽說現在很多日本人跑來 收藏劑 因為日本的威士忌呢 漲翻天了 對 沒錯 因為為什麼這樣子 事實上這個 一開始金車在做這個威士忌的時候 其實台灣不是很適合做威士忌 主要就是因為台灣的天氣的問題 還有台灣的這個 可能你要發酵的過程中間 沒有那種日本 因為現在這個威士忌做最好 就是日本跟蘇格蘭 蘇格蘭 對不對 因為他們有得天獨厚 因為做威士忌 一般天氣都是比較冷的地方 台灣根本做不起來 可是你看 他們還是想辦法 他們去做 研究了多少 研究了13年的時間 然後投入30億 然後後來他們去找 從這個蘇格蘭酒教 找了一個叫做 這個金石旺的專家 找他來的時候 研究那麼多 投入那麼多之後 他們做的方法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去 如果你參觀過酒廠的話 酒廠在發酵的過程中間 是裝在這個橡木 大了這個木桶裡面 那台灣的發酵是不一樣的 台灣是用不鏽鋼 因為我們的氣候 沒辦法像歐洲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要控制氣候 那他們還用什麼 他們還用一個所謂的 台灣的這個所謂的 細菌滋生的一個技術 然後再放進他們自己 自己燒的橡木桶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去參觀過這個酒廠 酒廠都會自己燒那個橡木桶 那個燒的橡木桶裡面 會有那個碳的味道進去 那就變成是這個它的味道 他們在用這個方式 然後他們還特調出一個 如果你喝過格馬蘭的威士忌的話 它有一種台灣的 獨特的水果香氣的味道 他把它弄進去了 把它弄進去之後 所以變得非常好 所以你要先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喝 那種Single Mall裡面來說 其實金車已經做得非常好 在這個屢次在這個國際的大獎裡面來說 他都贏過日本 贏過蘇格蘭 所以在過去的這個 有一年的這個廣告裡面就說 蘇格蘭再見 日本再見 因為台灣的威士忌來了 所以那時候 他現在做得真的非常好 而且剛才慶雪講到 因為這幾年 日本的這個威士忌產量比較少 而且日本這幾年 有很多日據在炒他們這個威士忌 對不對 炒的時候就不夠 加上說有很多台灣人 或是很多中國大外民眾 也去買這個日本的威士忌 所以日本的威士忌越來越少 那歐洲威士忌 尤其蘇格蘭威士忌那麼貴 那所以很多人就會跑到台灣 來存這個格馬蘭的威士忌 因為它的口味或它的味道 的確是不輸歐美 歐洲跟日本的威士忌 這個金車的李嘉 他們其實是默默的變成了 隱形的富豪 對 你看他做那個威士忌的話 而且不缺錢就不用上市 一投入的話最起碼要10年 對 他們投入13年 對 10幾年的時間 你說誰有那麼大的一個資本 弄了一個這個大的一個酒廠 每天讓人家參觀這樣子 參觀了10幾年以後 他才開始要再賣酒這種 這種是長期的一個投資 長期的投入 可是他不需要在市場上面募資 他財力又不太厚 他財力很雄厚 剛才大家都講他默默賺對不對 其實他真正賺最多 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土地 因為他自己 聽說柏朗咖啡的那些咖啡店 都是他們的 他們屯地 所以他們這幾年的地 他們光是你看他在台北市的地 很多都在精華地段 你看他在這個台北大學對面 對 有個非常大的 科技大學對面 有個非常大的地 對啊 然後在那個 包括新生 南京跟這個新生高架橋的路口 那邊不是還有一棟樓 那都是他們的 所以他們其實 他們光是這個土地的價值 還有他們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的穩定的獲利 像那個伯克金的那個工廠的話 好像在桃園 對 那個也是早期買的土地 聽說那個整個山都是他們家的 你就知道他們的光是土地的價值 大概就已經 好 現在的話 不是只有這樣子的一個小企業 好 來 這個大企業 而且這大企業到底怎麼回事 是不是一個世紀大騙局 中國的星巴克瑞幸咖啡 傳出了一個財務危機 他的一個財務造假 沒有想到在4月2號當天 股價居然中錯了80% 為什麼會中錯80% 公司內部調查 他們有一個造假的事件 指出他們首席營運董事長 劉健跟他的同事們 偽造業績22億元 22億是美金 是 22億 偽造22億的 人民幣 好 人民幣 那實際上他們的營收數字是多少 7億 好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瑞幸咖啡的LOGO 常去中國大陸的人 以及在中國大陸經商的人 搞不好全部都知道 了解中國大陸的人也知道 因為這家公司的話 是被稱為是中國的星巴克 他叫做瑞幸咖啡 也在納斯達克裡面 這個上市的 給各位看 他最高股價來到了70塊 那麼2020年1月31號的時候 混水這一個研究報告裡面的話 2019年他們指出來 他的第三季 第三季虛報了他的一個財務數字 那虛增加是69% 那麼第四季的話 也就是2009年 第四季的話 虛增加88% 那混水這個研究的話 他們是怎麼樣得知這個消息的 聽說他們是秘密 人家那個檢舉函是高達了80幾頁 聽說那個檢舉函是他們自己秘密當中去進行的 對 因為這家公司其實我們知道在市場是知名的 因為他不是只有調查像這樣的公司 是他過去一段很長時間 針對中國的上市規公司 其實做了很多調查 那麼特別他們在香港裡面 有派各多的各多的這種所謂會計師 或者是秘密員工到地方去查 這事情之所以爆開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就估算不對 因為你一開始就 一開始的時候你滿一送三 你的業績看得出來是真的這樣子 像他剛剛在2019年公布財報 他的營收是多少是只有3.09億美金 3.09億人民幣 可是他所營收的成本是高達8.08億 你怎麼可能直接從3.07億 一口氣暴增到22億 不可能 雖然你的電數增加很快 而且這裡面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這個地方是說 你的會員可能登記完之後 之後這三杯拿到 不見得會跟你買 所以你用這樣的數字裡面 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可是問題是他錢已經收進去了 錢收進去 他不見得會立刻消費 或者是你根本沒有消費 或者是這些錢是帳面上的金額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客戶 你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持續調查 反正來電數跟你的金額上面 傳現了一個極大的落差 因此這報告就出來了 所以他們派了專業團隊去 到每一家店裡面去一個算量 而且你知道這個多認真 你要知道我剛才敏冠已經講了 他們現在最高已經到4.507家了 所以這樣去繞下來的結果是 他精準抓出來 這個一定有問題 因為他股價到51塊 如果真的講的話 這51塊疊下來 這是大的大肥肉 好的 問題來了 其實為什麼他們會引住這個關心 因為你知道他公布消息的時候 有一家替他辯護 替瑞幸不是誰你知道嗎 CICC 中金 中金是中國最大的金融之一 他可以投資全世界的 中金竟然跳出來為一家 這家公司瑞幸來做這個辯護 可是你攤開歷史 當然一定有貓膩 為什麼 他第一回合是募了4億美金 所以一些中金 新加坡 這些公司都已經進場 全部都進去了 這家公司很神奇 他只花了三年的時間 居然弄到了納斯達克上市 你看他多厲害 2017年的時候 他融資的金額是6千萬 是個人借款 當時的投資方是錢志亞跟陳敏 他們其實的背景全部都是神州租車 後來沒有想到2017年 2018年的話 他拿到了A輪B輪的一個融資 另外還拿到了什麼 還拿到了天使的融資 你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全部都是大公司 好 現在財務爆了 那財務爆了以後怎麼辦 這一些外資投資公司 以及中國大陸的投資公司 他有可能就這樣子認賠嗎 等一下 對 他的上市會在美國掛牌是17塊美金 OK 可是這些人認定的 認的時候是多少 0點幾是不是 對啊 0點幾 甚至只有幾塊人民幣而已 拜託 所以你知道上市17塊 我跟你講17塊就已經跑一堆了 對 然後重點他們貪心程度 不是只有這樣子 接下來貝萊德直接公告宣稱 他買進了這家公司的股票 貝萊德全球最大基金公司 這時候CIA中金也說 我也認購了 接著什麼東西 接著新加坡的國營企業 他們的所謂國家基金 也說他認購了 你想想看 有被萊德這種所謂的大品牌 跟你說買進的話 股價還會科技 而且他提出很好的願景 我們有5400家 將來在2021年就會大賺 而且一賺的時候 一飛衝天 這股價裹不起來 一掛牌中17塊 20塊 40塊 50塊 最高就找到51塊了 可是你講的這些公司 全部都是大公司 這如果財務造假的話 他們早就應該發現了 不用 不用到51塊 他們可能17塊 18塊 30塊 40塊 50塊 就已經抛售完畢了 早就跑掉了 丟給散戶了 所以也就是沒事 好 那你說 所以現在市場上面 最大的受害者的話 搞不好全部都是這些散戶 就是美國散戶 跟全球買進的散戶 一個是散戶 好 另外還有一個 中國愛喝咖啡的民眾 你看你在那個櫥子上面 在APP上面 下載了多少錢 放了多少錢 這家公司會不會倒 這家公司會不會倒 你們下載的錢的話 是跑到哪邊去 跑到了搞不好 全部都是這些大頭 這個事情 其實當時在發生這種 所謂什麼 一起共駕腳踏車 共駕機車的時候 就引發這個事情了 你要先打錢進去 然後就消失掉 還是那個畫面有沒有 一堆人站在門口 數以千人去 這個抗議所錢拿不來 快快的 可能瑞幸咖啡 在未來一段時間 就沒有這個名字了 你打了錢也拿不回來了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 就是 這一個咖啡黑金的大戰 才過完這個2019年 2020年正式的要大打出手 要正式的宣戰 全臉最近大打了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 要大家直接拿杯子 然後去他們的店裡面 直接買咖啡 一杯35塊錢 好便宜 來 產主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我們來看 其實今年可以說是咖啡 大概整個市場要重新洗牌 首先來看 這個星巴克 講到咖啡 大家第一個喜歡的 就是星巴克 但是星巴克把他這個中山 中山北路上 二店一個很指標性的門市 給收掉了 然後呢 星巴克只收一家 但是我們來看的是 博朗咖啡 博朗咖啡公司 在去年的時候 他就足足收掉了七家店面 他說是逐月到期 還有說是這個可能 營收不如預期 其實我覺得 星巴克跟這個博朗 還不算是被打擊到最慘的 最慘的是誰 就是金礦 你看 最最重大的消息 就是在過去 打擊最慘也不是金礦 打擊最慘也是燦坤 對 其實呢 就在燦坤收購金礦之後呢 結果金礦在去年完完了 對 因為呢 燦坤2013年收購金礦之後啊 這麼多年來他大虧了 他接下了情況三年啦 然後大虧了7億元 最後只剩下一家喔 但是呢 他的救世主出現了 是誰呢 就是我們畫面上看到的這個 富士康廣告的總經理李泰龍 這個富士康 此富士康非比富士康 跟郭董沒有關係 他是那個 這個富士康廣告 他是全台灣電視牆的最大代理商 所以燦坤是把他手中的金礦的股權 賣給了這一位 富士康廣告的總經理李泰龍 他接下了其中13家的金礦門市 那其實這個富士康廣告 他有全台灣160家的電視牆 所以他其實他整個凝聚 他看市場也算是蠻準確的 而且他除此之外 他還有代理冰淇淋啊 還有中古車直播 甚至還有去插旗房仲業 他也算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橫空出世 把這個金礦給接下來 那事實上其實李泰龍他是有盤算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觀察喔 這13家金礦門市 有10家是在高雄啦 而且高雄這邊 他都是剛好卡在那個三角窗的位子 所以他如果把金礦買下來之後 他自己戶外電視牆 其實剛好就可以整個聯動在一起 所以我其實接這些門市 對我自己戶外電視牆的本業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他有其他的利益的考量 其他的一個商業的模式 他想說畢竟他有冰淇淋 所以他如果說 我有這個咖啡店 那我們改成買一杯咖啡 然後你也可以甜點帶冰淇淋走 他其實是有這些盤算在 特別是他有發現 其實那13家金礦咖啡的門市 這location是還不錯的啦 那來當電視牆也還不錯 其實說實在 很多人都想要做黑金的生意 尤其是很多年輕人 對 可是做黑金生意 大家有想過有那麼好賺嗎 你看連金礦後面有一個副爸爸 他都可以經營得那麼的辛苦了 所以這黑金的生意 並不是那麼好做 可是反過來看的話 你看 那怎麼全聯也加入了戰局 不是只有全聯而已 還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品牌 現在陸陸續續在崛起當中 除了星巴克是國際的品牌 加入了台灣的一個戰局之外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連鎖品牌 最近這兩年的話 也急起直飛 他的電價數現在已經超過了星巴克 那就是路易莎咖啡 沒錯 路易莎在目前的話 已經有479家 正是超越了星巴克的458家 他是國內目前 489家跟479家 正式的贏過這個星巴克 那麼第三名的話 是這個85度C 剛才我們有講到了458家 再來你可以看到卡瑪單體 其實這個電數都差異滿大 所以現在國內的咖啡市場 事實上是變成一個 三龍搶租的一個狀況 但是如果你以這個整體的狀況來說 路易莎是表現得非常快 因為星巴克是創立了20年之後 才有現在的電數 但是路易莎是2006年創立的 所以你知道路易莎 他創立的這個時間 其實比星巴克更短 尤其是路易莎他明年準備 他的老闆無明顯的 明年準備要讓路易莎 在台灣上市上櫃 他現在開始模仿星巴克了 你可以看到 星巴克以前都會跟很多文青店 日本最有名的鳥屋書店合作 他在日本都是跟鳥屋書店合作 可是鳥屋書店到台灣來 是跟路易莎合作 你可以看到 這個我真的是非常的不解 因為鳥屋書店的話 其實基本上在日本 全部都是跟星巴克 而且是很有味道 而且是星巴克的很好的 類似旗艦店那種等級的 因為其實他剛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路易莎也很厲害 他想要把他的定位往上提升 他就去找了鳥屋書店 鳥屋書店說我沒聽過你 但是經過很多次的協商 很多次的這個 我覺得他應該是開了一個 非常好的條件 給這個鳥屋書店 所以鳥屋書店也願意讓他進來 所以你可以講 他現在把他的定位往上拉伸 我們想要說其實他這個老闆 黃明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人 其實他是什麼 他是念會計 他的學歷是名傳會計系 他在大學的時候打工的時候 因為他當時他覺得會計 他不想工作 所以他覺得他要去打工 打工的時候他就打工 他覺得他對咖啡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跟你講他後來 曾經到這個星巴克的 這個板橋店那邊去打工 打工大概打工了六個月 打工六個月 他把所有星巴克的東西 都了解得非常熟之後 他就開始 後來他就決定 他第一個工作 他後來工作是去賣這個儀器 所以他賣了很多都是 跟咖啡儀器相關的 譬如咖啡的沖泡器 咖啡的這個 這個算是這個磨豆機 什麼之類的 後來在偶然的狀況之下 2006年他當時到了這個 有一個民生東路 那時候我們記憶有一個 叫E咖啡 也是35塊一杯咖啡的 那個地方有一個點 他經營不下去 他就說要頂讓 因為他對咖啡有興趣 他就說那我就把它頂讓下來 所以他的第一家店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了 魯伊莎的民生路的這個店 民生東路的店 這個是他第一家分店 那他當時跟他老爸 借了大概幾十萬元 就這樣子買進來 就開始做 就開始做 不過你看現在已經做到這個 一年已經40億的營收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厲害 對咖啡的市場 非常有這個敏感度 聽說他剛開始投資的話 自己身上是20萬 然後爸爸借給他30幾萬 對 湊起來 了不起就是60萬 算60萬 結果我們想到60萬 給他做出了現在的營業額 高達了多少 40億 我覺得其實他也不是說 一開始就很順利 這背後都沒有任何的 財團在幫忙嗎 沒有 我覺得他是滿有這個頭腦 我們就講 他一開始賣咖啡 咖啡的時候 問題是遇到夏天 夏天有時候 大家不喜歡喝咖啡 然後他就覺得那怎麼辦 他就開始賣茶跟冰沙 所以就度過了一個難關 他有很多商品 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記得很清楚的話 大概20304年 那時候不是有這個 0607年 那時候桂輪美的廣告 開始出來 整個城市都是你的咖啡館 那時候Seven這樣搶打下去 他又遇到很大的難關 他怎麼度過這個難關 他開始賣早餐 甚至他賣早餐的時候 他有一度還賣了這個卡拉雞腿堡 那很多人就說 這個早餐 很多人來吃的時候說 我不會再來了 他說為什麼 因為你的卡拉雞腿堡裡面 有油煙味 他說我在那邊吃的有油煙味的話 我幹嘛在那邊喝咖啡 所以他後來就決定說 不要做這個 所以他後來把他原本有做一些 比較炸的時候 他現在都不做 他做的都是輕食 而且那個油煙味都非常少 這個讓他整個這個生意 就完全奠基起來 就開始往上衝 如果你去過這個Louisa的話 第一個 他不怕你在那邊坐得久 所以我們如果 像我們去星巴克 或去很多咖啡廳 我們都要搶在那種 有插座的這個位置對不對 你看那沒事有插座的位置 沒有 根本都沒有 你要是去星巴克什麼的 搞不好連插座都沒有 就很少 星巴克根本沒有做 他不希望你在那邊用 對 而且你每次去的時候 基本上人都坐滿了 對 一般都是這樣希望 但是他沒有 他反映的是他桌上 都會有一個插座 所以幾乎你在那邊的話 你要用插座都常常會有 所以你在那邊可以坐很久 那這坐很久可以怎麼樣 營造一個第一個 你從外面看進去Cama的時候 看見那個Louisa的時候 水死人都很多 再第二個 坐滿的 再來就是第二個 所以那個是免費的人 吵在那裡了 對 那第二個 你在那邊坐久的時候 說實在 我們也說不好意思 對不對 如果真的咖啡喝完了 再點第二杯 或說在那邊坐久的時候 可能肚子餓就再去買個麵包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反而可以創造營收 所以我覺得他的想法邏輯是不太一樣 再來就是說他的 如果你去看他Louisa裡面賣的食物 跟星巴克是截然不同的 星巴克很多 他都是冰在冰箱裡面 冰在冰箱裡面 那種熟食 他再把它重新再加熱微波 你會覺得不夠新鮮 但是在Louisa 他都是現做 現壓的吐司 你會覺得說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他也創造一個 所謂的中央廚房 用這樣子來這個 讓他整個輕食 能夠快速的在他們店裡面賣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有非常多策略 他的策略說穿的就是他在地化 他了解台灣人的想法 了解台灣人的生活方式 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星巴克 你也不要小看他 因為現在星巴克 他不是外商 你都以為他是外商 不是 他現在是統一 統一已經把他全部買股份下來 所以統一現在也在做變化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正的 星巴克的在地化 可能從明年會開始慢慢的看到 他可能會跟Louisa 在明年的咖啡市場 會殺得更加激烈 其實像咖啡這種行業的話 他其實日新月異 變化非常非常大 而且很快速 這個競爭市場裡面的話 如果沒有求新求變的話 他恐怕很容易就被淘汰掉 不要講黑金 到時候搞不好 全部都被國外給吃掉了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黑金的傳說 214名字 410 Essa可怕中式 310 4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